石门在沉重的轰鸣声中 缓缓重新合上 寒冰时事里又陷入了一片寂静 看着那张安详 而略带微笑祥和的美丽脸庞 鬼王一直深邃风锐的眼神中 终于慢慢地变得柔和下来 他默默在寒冰时窗一侧坐了下来 眼中只是看着必要 有着说不出的思念与伤痛之意 也似乎只是在这个时候 当他独自一人面对女儿时 才会展露出这一些些的软弱 只是谁又知道呢 又或者说就是鬼王自己 便会明白吗 没有人知道 而在这个寒冰时事的外头 游姬才从这里离开走了几步 便又停下脚步皱着眉头 向四周看去 不知刚才是不是因为置身在 极为厚重严实的寒冰时事中 虽然他感觉到那股诡异的神秘力量 但周围所造成的破坏并不厉害 当然能够在坚硬之极的石壁上 撕裂几道缝隙的力量 这股力道是非同小可 然而在寒冰时事之外 他所见到的却是严重得多的现象 在鬼王宗开而成 四面八通的涌道之内 到处都是狼藉一片 随处可见到掉落的碎石盐块 远处还不时有人传来着急的呼喊 有人伤痛身隐的声音 显然那股神秘力量 对胡岐山造成了比预料之中 还有更加严重的影响 而就在这一片忙乱的时候 游记还发现另外一件异常之事 那便是在这些通风良好的涌道之中 不知何时 空气中竟然弥漫着一股淡淡的血腥气息 这股血腥之气不知从何而来 却似乎随处都在 无论他走到哪 都可以感觉到这股气息 显然 这异样的气息并不浓烈 但游记仍然是感觉到很不舒服 其实如今的烦心事对他来说 确实太多了 也没再心思烦这个了 对于他来说 现在他就像是一股气 憋在了胸口 无论如何只想着冲出这个山腹 去外面透出一口气的感觉 他是这么想着 也就这么做了 游记的身影很快的 消失在这个山腹的涌道之内 只是那股淡淡的血腥之气 却似乎还在这里悄悄地弥漫着 青云山 小竹风 这已经是田不易的遗体 被鬼力送回大竹风的第三天了 但苏如却依然很奇怪的 阻止着大竹风门下弟子 向同门传报噩耗 这一点 非但让宋大人等人 在大悲大痛之余感觉是莫名其妙 就连鬼力也有些诧异 其实并没有人敢当面向苏如问起此事 面对着 亭林在守静堂中 用仙家宝物护住遗体肉身的丈夫 苏如一脸的悲气 而大竹风一脉的人丁丹波 在青云门中向来是形势低调 若无紧要之事 也没有人会来这僻静的瞻风之上 以至于在大竹风上 守静堂中公开祭祷了三日 居然青云门中也无人发觉 只是这一日清晨 终于是来了一个外人 悄悄落在大竹风上 白衣若雪飘檐出尘 正是陆雪奇 淡淡蓝色的霞光闪过 锐气轻轻萦绕 天涯在他白袭的手间 安静地散发着光辉 陆雪奇漠然 想似着望去 只见着青山绿水 静意如常 全部似有任何的异样 只有在前方 守静堂外的两侧 挂着两道白色的丧曼 这才看出这里的悲伤 他默默地向白色丧曼 看了一会儿 向守静堂走去 没多久 发觉动静的宋大人等人 身着丧服 纷纷从守静堂里走了出来 面上带着一丝诧异 同时也带着几分尴尬 得看清楚来人 乃是陆雪奇 且只有他孤身一人之后 宋大人等人明显是松了口气 陆雪奇拱了手 行了礼 淡淡地说道 小竹风门线陆雪奇 见过宋师兄和各位师兄了 宋大人和站在他身后的吴大义 何大致当真 不敢怠慢 纷纷欢礼 随后宋大人苦笑了一声 陆师妹 怎么来我们这里了 这个 让你见笑了 陆雪奇面上没有丝毫的笑容 反而几分严肃 有几分哀怯之意 他沉默片刻 雪奇此来并无他意 只想祭奠填师叔 并搬奸苏如师叔 往诸位师兄通报一下 雪奇感激不尽 宋大人等人对望了一眼 陈也离家 陆师妹客气了 说来你也不算外人 呃 宋大人突然顿了一下 陆雪奇的脸上 莫名其妙地红了一下 宋大人有些尴尬 笑了笑 带过去了 是这样的 师娘她眼下并不在此 今日一早 她便独自一人去了后山株林 还 师娘 她过于悲伤 此外还将师父的遗体 带去了 告知我等要 独自安葬师父 陆雪奇的眉头一皱 心中略过一丝不安 这种情况 比她来到之前 预想的似乎还要奇怪 不顾惊动旁人倒也罢了 如何不叫亲生女儿 田灵儿知晓呢 苏如便去独自安葬田不易吗 她心头念头转过 沉洁了片刻 终于还是向宋大人问道 那个人呢 宋大人起初是一愣 但看了开陆雪奇的脸色 加上身后 向来聪明的何大志 拉了拉她的袖子 对她使了个眼色 她顿时明白过来 哦 小师弟 她也去后山了 师娘 不许我等跟随 只叫了小师弟同去 陆雪奇 莫然不语 片刻之后 她向宋大人等 施了一礼 多谢诸位师兄 既然如此 我也不再耽搁诸位 日后当在了祭奠田之术 陆师妹 此间之事 颇多曲折 还望你 我晓得 宋师兄放心 雪奇绝不对外人 吐露之字片语 宋大人点了点头 不再说话 陆雪奇也不再多言 转身离去 看着那白色的身影离去 吴大义走上前一步 大师兄 我看他只怕 多半要去后山 这没事儿吗 旁边的何大志说道 哪儿那么多事儿啊 这位陆师妹 分明肯定要去后山看看 他今日来大竹风 定是身负的小竹风 水月大师的吩咐 若不弄清楚师娘的情况 他回去啊 也难将水月大师交代 宋大人沉默片刻 他去了也好 我总觉得这几天 师娘伤心过度 一直担心哪 出什么意外 只指师娘不许我们跟去 我们也不能违逆她的意思 虽然老七根据了 但我们也晓得 师娘叫老七离开的话 以老七的性子 加上她向来敬重师娘 只怕也是不敢违抗 有这位小竹风的陆姑娘 过去看看 总没坏处 众人听了 大都是点头称事 随即漠然无语 宋大人叹息了一声 转回身 走回了守经堂中 大竹风后山竹林 放眼望去 这里和小竹风的景色 颇有几分相似 眼光所及 都是郁郁葱葱的翠绿竹林 随风舞动 竹桃阵阵 晨光从天落下 在竹林凤起间 投射了点点光痕 落在了地面之上 细细的竹叶之上 还凝结着 这无数的晶莹露珠 光滑圆润 最是可贵的珍珠一样 鬼力至神期间 一时不有些枉然了 多少年前 她便是在这里 开始了在大竹风的人生 不知道多少个 晨昏日暮 她挥舞砍柴刀 挥洒汗水 在这个僻静的竹林中 静静地砍伐 那些曾经感觉枯燥的岁月 如今想来 却仿佛如梦 只是那份曾经有过的宁静 再也找不回来了 竹桃阵阵 山峰徐徐 耳边掠过 她心中是叹息了一声 偷开了这淡淡无味的感伤 转过头来看向苏竹 田不易的遗体就躺在不远处 旁边还有大黄趴在身边 自从田不易的遗体回山之后 似乎这只狗 就一直陪伴在田不易的身旁 从来不曾离去 在田不易的遗体身下 并没有丝毫铺垫之物 似乎对死者有些不敬 但鬼力到宋大人 乃至杜比书 却没有一个人敢对苏如的行径 有半分的质疑 只是纵然不会去怀疑苏如的悲伤 但她的行为 却仍然让人十分不解 鬼力有心询问 只是此刻苏如背对着她的身影 却像是一面墙 让她不知如何开口 到时在这个时候 苏如却打破了沉默 怎么 你有话要对我说吗 鬼力吃了一惊 随即沉解了一下 终于还是小心地说道 师娘 我有几句话 不知当说不能说 你说吧 我也知道这些话 只怕不知你一个人想说的 鬼力治了一下 她想来知道 自己这位师娘是聪慧绝顶的人物 看来丧肤之痛 似乎并没有影响她的思想 当下 鬼力是咳嗽了一声 师娘 请恕弟子大胆 弟子明白师娘 对师父过世 可是 可是弟子恳求师娘 无论如何要急哀才是 此外 虽然师娘哀伤 但师父后世 也已早日操办 何况 灵儿师姐再情再利 也当要知会她 回来祭奠师父才是 苏如没有回头 没有说话 鬼力的心中忐忑不安 微微垂首 低声说道 师娘 弟子若是有 大的妄言之处 请您莫要在意 你没说错什么 你说得都对 鬼力向苏如看去 心中却是吃了一惊 苏如坚持着打扮 和前几日颇为不同 虽然还是一身丧福 但面上 却看出曾经打扮过 精神了许多 更显出几分美丽之色 令人动心 鬼力低下头 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 迟疑了半晌 师娘 弟子还有一事 都等请教师娘 你说吧 师父顽固 弟子与师娘同感悲切 只是师父遗体 时不疑 妄自轻动 更不疑 一致着后山 你是在教训我吗 弟子不敢 苏如看了他一眼 没有说话 但脸色却慢慢 转为缓和 似乎也想到了什么 忽然 脸上露出了 妻械之意 老七 你知道你师父 与我成婚 多少年了吗 鬼力的心头一震 他隐隐感觉 师娘此话中 似还蕴含着 深深的悲气 大有哀伤之意 虽然明知如此 但是 他却不知如何安慰 当下心头担忧 弟子不知 苏如笑了笑 回过身 缓缓在 甜不易的身旁 坐了下来 其实何止是你不知 连我自己也都忘了 这山中岁月 我与他二人相守共度 与我心足矣 却又怎么会去想过 多少日子了呢 他每每向我吃啥 说 将来若是我们修道不成 难登先路 而重现轮回 到了那胜利死逼之刻 却不知怎样的光景 我当日便问过他 他想怎样 他便说 他并无他修 若是他先我而去 修道之人 也不想什么风光大葬了 甚至连棺木也可以不要 自然而来 自然而去 只求 在大主风后山之上 一让黄土 足矣 这样 他便可以 日夜守望前山之人 不怕寂寞了 话未说完 他却已经是 泪流满面 鬼立着紧咬牙关 口不能言 趴在一旁的大黄 脑袋是微微抬起一下 对苏儒看了看 随后又匍匐了下去 胃巴是轻轻摇了摇 苏儒凝望着田不易许久 忽然挥了挥手 你且卸下山去 半个时辰之后再来吧 师娘 怎么 师娘 师父到老人家 生前愚念的约定 弟子们自然不敢违逆 只是 在师父入土之前 师父应该知会 灵儿师姐医生的 也好 你下山便去告诉大人 让他悄悄去龙手风 叫灵儿回来吧 鬼立点了点头 转身离开 走到路口实接时 他又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 苏儒默默坐在 田不易的遗体身旁 身影孤独 看上去伪直令人伤坏 他心中又是为之一酸 连忙回过头来 不敢再看 走了下去 这一路走来 他心神略定 不觉又想起了 这几天的一样情景 苏儒不叫宋大人等人 知会青云山 各埋恶耗 这本身就奇怪至极 连田灵儿也不让通知 更是不合情理之处 近日 如此这般处理 田不易的后事 显然 是田不易生前 曾有约定 但也总归失去了草率 鬼吏的心中软了口气 甩了甩 其实啊 修道之人本身不看重往后之事 皮肉骨囊 满于青土黄土之间 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他这般默默地想着 也懒得遇风而行 顺着山路一路走起来 不知不觉呢 到了半山腰 遥想当年 他初上大烛风时 也是跟随大师兄宋大人 和小师姐田灵儿来到这后山 这一路上可走得不知多少辛苦 往事历历 有在心头 却不知 那位灵儿师姐这些年来 过得还好吗 他嘴角浮现出一丝淡淡的苦笑 摇了头 随后 他忽然停止了脚步 有些惊讶地向前方看去 山道之上 一个白色的身影忽然出现 窈窕轻立默然矗立 在晨光不似半分晨气之中 默默地凝望着他 鬼吏也望着他 两人相识良久 却仿佛都无话可说 山风袭袭吹来 吹动了他的绣发衣裳 随风轻轻飘动 终于还是鬼吏先开口了 你 你怎么来这里了 我师父换我前来拜进苏师叔 师娘正在后山至上 只是此刻 他正想一个人单独待着 并不愿有人前去打扰 嘱咐我半个时辰之后才能上去 无妨 那我等着就是了 鬼吏应了一声 沉默了下来 那边的陆雪奇似乎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两人之间 在这渐渐变得沉默的时候 虽然站着不动 却似乎距离更远了 过了半晌 陆雪奇轻轻说道 你身上的伤 好些了吗 好多了 当日若非你救我 我只怕也不能站在这儿 说来 该当着谢谢你才是 当日我 我那一见 你别说了 陆雪奇的神色一暗 他顿住了 这天鬼吏 似乎有些迟疑 要接着跟着说道 那些事 师娘都跟我说了 他说是我错怪了你 对不住了 陆雪奇的身子一震 抬起头来 这件鬼吏的脸上 又是悲伤之一 目光看向他 但饶恕如此 他仍然一次一次地 缓缓说道 师娘的话 我自然是相信的 只是师父他老人家 毕竟那是养我 教我的恩师 我知道 或许是我私心太重 只望 你多给我一些时日 我也好 我明白 我等你 陆雪奇突然打断了他 鬼吏有些惊讶 抬头向他看去 只见那青丽女子 背齿咬着嘴唇 眼中似有泪光 但原先 那看似一直紧绷住的身子 却似乎在一瞬间松弛下来 嘴角边 又淡淡一丝欣慰和微笑 望向那个深情的女子 鬼吏的嘴角动了一下 心底忽然涌起了一阵柔情 他正想微笑对他说些什么 谁知道 便在这个时候 忽然从他们身后 那山顶竹林之上 远远的 竟传出一阵狂躁的狗肺之声 他的身子忽然僵硬 那只大黄的叫声 从他带着恩师 恬不意的遗体 回到大竹风之后 大黄就一直沉默地 跟着主人的遗体 再也没有大声喧哗过 但此刻听来 大黄的吠叫声 虽然隔了老远 有些微弱 但听起来 几如疯狂 叫声绝望之极 更使他数十年来 从未听过 究竟发生了什么 会让大黄忽然间变得 如此歇斯底里的 疯狂吠叫呢 那心头一直深埋得 隐隐担忧 忽然间涌上了心头 鬼吏的脸色 瞬间变得苍白无比 甚至于连他的手 也开始微微颤抖起来 陆雪奇也吃惊不小 但看向鬼吏的神情 更是迷惑 怎么了 鬼吏并没有回答 他的身子微微颤抖着 忽然间他猛叫了一声 师娘 话音未落 他的身形已经冲了上去 如那风驰电掣 向那后山竹林深处冲去 陆雪奇何等冰雪聪明啊 他转眼便撂之一二 一瞬间 他脸色惨白 身子倾斗 若是万一 因为甜不易的顽固 苏如伤心之极 在发生变故 鬼吏会怎么样 他不敢想象 到时候两个人 究竟要怎样面对呢 他也根本无法想象 望着那个疯狂略去的身影 他忽然感觉 从未有过的无助 如庞大的阴影 笼罩在他身旁 他有心想追 磕着身躯脚步 竟仿佛被无形的力量束缚着 一点也动弹不得 只有在内心的深处 他拼命地对着自己喊道 不要 不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